- 歐洲內部分歧,戰爭風險重啟 原油價格或將觸底 大家好,歡迎收看ACY證券經濟市場分析 我是你們的分析師Peter 最近在投資界被討論的最多的一定是原油 俄歐戰爭引發的油價暴漲 將整個市場拖入了一場金融風暴當中 不過隨著兩國開始談判 同時美國大量釋放戰略庫存 表達了控制油價的決心 自3月份開始,原油的價格便穩定下滑 幾乎吐出了戰爭以來的全部漲幅 這不禁讓人猜想 和平局勢下的油價是否已經鑒定 並極佳進入到熊市當中 然而戰爭的威脅從未停止 在俄烏談判期間 西方國家不斷提高對於烏克蘭的軍事支持 令烏克蘭底氣大增 就在市場認為和平談判有所進展之時 烏克蘭卻於昨日表示 必須先在烏東地區擊退俄羅斯 才會考慮繼續談判 這無疑是想增加談判桌上的籌碼 但同時也意味著戰爭的規模很有可能再度升級 目前看來 戰爭停止的唯一可能 是俄羅斯無法承擔日益嚴重的西方聯合制裁 從而被迫簽署停戰的協議 我們先不說普京是否會從意停戰 單看西方制裁方面便是漏洞百出 歐洲的成員國之間本就對制裁力度爭議不斷 又碰上多國的大選 那些提議制裁的候選人 最近支持率正在不斷下滑 就拿法國大選來說 第二候選人勒旁的民意支持率正在不斷逼近現首相馬克龍 而勒旁曾被西方媒體貼上了親俄和反歐等標籤 民意變化的背後邏輯非常簡單 歐洲加常制裁意味著高通脹 也意味著經濟不可避免的下滑 相比遠在天邊的戰爭 民眾們真正關心的還是柴米油鹽的支出 以及自己的就業情況 最近歐洲各地發新的示威遊行 究其原因正是不滿油價和天然氣價格的暴漲 因此歐洲的聯合制裁或將從內部開始瓦解 而這場俄烏的爭端目前還沒有看到和平的曙光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 大宗商品的價格很有可能保持長線的牛市 看漲油價仍然是關鍵的趨勢 從WTI原油四小事圖來看 受到美國釋放庫存的影響 油價呈現強空頭排列 在跌破98水平線支撐後 K線在94到98區間往復的震盪 還未出現反轉的意圖 指標方面 MACD跨面線在底部糾結 不過駐線已經形成了底部背離的反轉信號 整體來看 交易策略以突破後跟隨作多為主 中短線多單入場需要耐心等待價格整理結束 並向商突破98關口 可以配合上MACD的底部金插入場信號 線下方的支撐主要看94附近 而上方的阻力則要看104和107的兩個前高點位置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日關注數據 美聯儲理事鮑曼和沃勒 以及紐約聯儲主席威廉姆斯 將於今日發表講話 需要重點關注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大家的收看